好 大家好 焦点视频 王法海实战玄机的时间 迎光幕又见到我们的主角 王法海师傅 大家好 师傅 上一集我们的尾 就买了一些关子 我们讲完一些面具 都是一些不太正途 不太舒服的东西 原来又有另一个案例 你的实战经验 就告诉我们 古董也不要乱买 是啊 很流行 现在自己设计自己装修 有个朋友 挺喜欢和风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和风的设计 我没什么特别喜好 这位仁兄住在广岛南区 他很努力买了一个很小的石屋 重新包装过 自己改 都欣赏他的美感 但是装修设计都没问题 最大问题 就是说他要加一些和风的摆设 是 例如买个顶 买个厨具 好买不买呢 就买一把军刀 还要在上环买 买了一支真是坚东西 真是军刀 真是利的 真是利的 摸上手有寒气 什么是寒气 是直接会被闭的 而且一拉出来 劍鞘是会有一些风出的 这些通常都是以前做过世界的 动的人 是 摆在厅里 很有型的 摆了三四天 老婆和女儿都发暗磨 发到一些施杀的画面 再多过两星期就开始有湿疹 我们就知道这些是乱一叶了 如是者有什么处理呢 我们第一件事 要把那把劍清理 如果符咒 我们有个符叫做九龙净水符 清了它 就过了水 我都帮它拿走它 是 在我们的神坛 送神咒 送了它 然后把东西就层居居居居居居 就带了去一个地方 撞了那把劍 是 要不就落在这里也不行 是